大家好 我是六慕老师 你有碰上什么TPM推动上的疑难问题吗 今天我要来跟各位谈谈 TPM自主保养这个资助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示范机的选定 因为自主保养活动的对象就是生产设备 而所要活动的内容 就是要让设备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简单的说 就是要把使用多年 已经有走样五官不全的设备 还原成接近新机的状态 以后就用这台设备作为教学 演练 示范的教具 所以示范机是作为 种子培训用的对象设备 透过在示范机的食物演练 让种子人员了解自主保养的每一个步骤 它的实施方法和要领 当每一个步骤实施完成的时候呢 都需要进行那一个步骤的成果发表 作为横向展开转售和传达教育之用 所以示范机选定是非常重要的事 到底应该要怎样去挑选会比较正确呢 很多公司也都有这种疑虑 我提供以下几个挑选示范机的重点 给大家做一个选定的参考 第一要挑选示范机 要挑选它的设备的结构 它必须是要具有六大系统机构的设备 也就是说 这个设备必须具备有螺丝螺帽 简称叫做连结系统 还有油压系统 还有气压系统 润滑系统 传动系统 电器系统 这六个系统 缺一都不可 这样才能够完成全系列的训练学程 否则少了一项 可能就无法达到完整的训练目的了 那第二个要挑的就是设备状况 那这个设备要必须是属于 已经有逐渐烈化 常无纳垢 管线杂乱不堪的机台 而且是设备驾动力很低 故障力偏高的机台 千万不要去选一个刚买回来新机 当做示范机 因为我们需要让示范机经过演练后 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说 这个设备怎么变得干净了 管线也变得这么整齐了 故障也变少了 品质也跟着变好了 这样才能够建立起参与者和旁观者的信心 让他们不由自主的发出说 哦 这设备改变这么多 奠定后续推动成功的信念 那第三 要选择中大型规模的设备 不能太大 设备也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小 另外 选择设备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有些公司 为了特别凸显挑战困难机台的精神 而选用的极端脏物恶劣 严重故障或过于大型的设备 很可能就陷入作茧制服 无法突破和现在原地打转的窘境 这样的话 反而失去了学习的信心和效果 所以这一点应该要特别注意 要避免 那第三要挑 挑这个设备设置的地点 因为每一个步骤实施完成的时候 就会进行现场成果发表 也就是转授教育 这个时候会集合很多相关单位的成员 以及各级主管 立临参加 而参加人数一定会很多 所以示范机的设置地点 应该尽量设置在 一 靠近走到旁边 因为有教育广的空间 让人员可以站立在旁边 可以学习 第二个 要具有可以放置说明看板 和可容纳较多人的空间 那第三呢 要避免周边有很吵杂的声音 和很大噪音的地方 因为发表的时候 如果这一噪音很大 你就没有办法清晰地听到说明的内容 会削减分享的和转授的效果 以上呢 如果能够掌握上述的选择要领 就等于你正走向 梯片自主保养活动的正确之路了 预祝大家后续展开 顺利成功 好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今天能够解开 大家对示范机选择的迷惑 谢谢 下回见啦 拜拜